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11年出生于保加利亚的一个小村庄 佩特里奇村 她出身贫寒 父亲是个牧羊人 母亲早逝 年幼的八八万家和哥哥 姐姐一起 在毗林山脚下的牧场帮父亲放羊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她12岁那年 一天 她和往常一样在牧场工作 突然一场猛烈的飓风袭来 小女孩被狂风卷起 重重地摔在地上 当家人找到她时 她已经陷入昏迷 满脸是血 双眼被沙土迷住了 尽管父亲四处求医 甚至变卖了家产 但八八万家的双眼 还是无法睁开了 失去光明的她 从此陷入了黑暗 谁也没想到 就是这场不幸的意外 开启了她非凡的预言生涯 二 从畜牧场女孩到 著名预言家的传奇人生 失明后的八八万家 并没有自暴自弃 尽管她无法再上学 但她发现自己 拥有了一种特殊的能力 能预知未来 起初她能准确地 找到丢失的羊群 后来她开始预言 身边人的吉凶祸福 渐渐地 她的名声传开了 二战期间 八八万家的预言能力 让她声名大噪 战火纷飞 许多人来找她 打听亲人的下落 八八万家成了 人们心中的明灯 她曾预言希特勒的失败 因此还被关进了监狱 但这并没有阻止 人们对她的信仰 战后 八八万家的名气更甚 保加利亚和苏联的领导人 都慕名而来 询问国家大事 她的家门前 每天都有数百人排队 等待她的预言 尽管生活清贫 八八万家从不收取任何费用 她的慷慨和准确的预言能力 让她成为了全国敬仰的人物 然而 长年的操劳和接待 让八八万家的身体 美矿玉下 为了这位国保 保加利亚政府开始介入 他们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 来管理求见者 并为八八万家提供医疗照顾 政府还规定 所有的预言收入都要上缴国库 尽管如此 八八万家并没有怨言 直到一九九六年 这位传奇的预言家 与世长辞 在她的一生中 八八万家完成了上千个预言 其中许多已经应验 她曾准确地预言了二战 斯大林的死 苏联的解体 九百一十一事件等 她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 她的精神也一直鼓舞着后世 从一个牧养女孩到举世闻名的预言家 八八万家的人生如传奇般精彩 她用自己的方式照亮了黑暗 给绝望的人们带去希望 她的一生是坚强 善良与智慧的化身 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二八八万家著名的预言事件 一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进程 八八万家在预言界的名声 很大程度上源于 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准确预言 早在战争爆发前 她就预感到了一场大灾难的来临 1939年 当内粹德国入侵波兰 二战序幕拉开时 八八万家对身边的人说 战火将隔延整个欧洲 血流成河 她还预言 德国将攻占欧洲大部分国家 但最终会失败 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 许多人来找八八万家 打听亲人的下落 八八万家常常能准确地告诉他们 他们的亲人是生是死 或者在哪里战斗 她成了战火中人们的精神寄托 八八万家还预言了战争的转折点 1943年 她说 苏联将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 这将改变战争的走向果然 苏德战场的形势开始逆转 希特勒将死于自杀 德国将在1945年5月投降 一年后1944年 八八万家又说 这个预言精准地应验了 八八万家对二战的预言 让他的名号传遍了欧洲 人们惊叹于他看透未来的能力 即使在战后 人们也依然对他的预言深信不疑 二 预言911事件 俄乌战争等重大事件 八八万家的预言能力 似乎跨越了时空 他不仅预言了发生在他生前的事 也预言了许多他离世后的大事件 最著名的莫过于 他对911事件的预言 早在1989年 八八万家就说 恐怖将降临美国 两座钢铁巨塔将倒塌 无辜的血将流淌 12年后 2001年9月11日 恐怖分子劫持飞机 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塔 酿成了还人听闻的悲剧 人们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八八万家口中的钢铁巨塔 指的就是世贸中心 八八万家还预言了苏联的解体 早在1980年 他就说 苏联将分崩离析 各加盟共和国将独立 1991年 苏联解体 15个加盟共和国 先后宣布独立 八八万家的预言再次应验 2022年 俄罗斯与乌克兰爆发战争 这似乎也在八八万家的预言之中 他曾说 两个斯拉夫兄弟将反目成仇 战火将席卷欧洲 如今 俄乌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欧洲 人们不禁感叹八八万家预言的准确 除此之外 八八万家还预言了戴安娜王妃之死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 叙利亚内战等重大事件 他的预言涵盖了 政治 经济 自然灾害等诸多领域 其准确率 令人叹为观止 八八万家的预言能力 似乎超越了时间的界限 他留下的众多预言 已经成为了人类探索 未知的宝贵遗产 人们相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有更多的预言 被一应验 八八万家 这个名字 已经永远地刻在了人类的史册上 三 八八万家 2024年七大预言 在八八万家众多的预言中 对2024年的七大预言 尤为引人注目 这些预言涉及 政治 经济 科技 气候等多个领域 展现了 他对未来的深刻洞察 一 俄罗斯领导人遭暗杀 八八万家预言 2024年 俄罗斯的领导人将遭到暗杀 而凶手竟然是内部人士 这个预言令人震惊 也引发了人们对俄罗斯政局稳定的担忧 二 某大国进行生物武器试验或攻击 八八万家还预言 2024年 某个大国将秘密进行生物武器试验 或者发动生物武器攻击 这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的恐慌和危险 同时 恐怖组织也可能利用这种武器 在欧洲发动袭击 造成重大伤亡 全球爆发经济危机 在经济领域 八八万家预言 2024年 将爆发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他提到 债务问题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以及经济力量从西方向东方转移 都将是导致这场危机的重要因素 这场危机 将对每个国家和个人都产生深远影响 四 极端气候灾难频发 八八万家对2024年的气候问题 表示出极大的担忧 他预言极端天气事件 将变得更加频繁和强烈 干旱 洪水 飓风等自然灾害 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他还特别提到 这一年太阳活动异常 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五 网络攻击事件增加 随着科技的发展 网络安全问题将变得更加突出 八八万家预言 2024年 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事件 将大幅增加 电力 供水等系统都可能成为黑客的目标 这将给国家安全和公众生活带来严重威胁 六 医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在诸多令人忧虑的预言中 八八万家也给出了一些积极的预言 他说 2024年 医学界将取得重大突破 许多顽疾 如癌症 阿兹海默症等 都将出现新的治疗方法 这将大大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寿命 七 人工智能将颠覆世界 八八万家对人工智能的发展 表示出极大的关注 他预言 2024年 人工智能技术将取得革命性进展 量子计算机的出现 将极大的提升计算能力 人工智能将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并可能对人类社会产生颠覆性影响 八八万家对2024年的预言 涵盖了方方面面 既有对灾难的警示 也有对希望的警 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些预言的真实性 但他们无疑给了我们一个 思考未来的视角 面对未知的明天 我们更需要团结一致 共同应对挑战 创造美好的未来 四 八八万家的影响力 一 备受世界各国领导人关注 八八万家的预言能力 不仅让普通民众为之倾倒 也吸引了众多世界领袖的目光 许多国家的元首和高官 都曾秘密拜访过他 寻求对国家命运的预言 据说 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 印度总理尼赫鲁等 都曾派人请教过八八万家 他的预言被视为国家决策的重要参考 冷战时期 美苏两国更是对八八万家的预言极为重视 双方都派出情报人员 试图从他那里获取对方的机密信息 八八万家的家 一度成为了大国博弈的暗战场 除了政治领袖 许多科学家 文化名人也慕名而来 他们想从八八万家那里 得到对未来科技和文化走向的预言 八八万家的影响力 已经远远超出了保加利亚 成为了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二 预言准确率高达85% 八八万家之所以备受推崇 很大程度上源于他预言的高准确率 据统计 在他的所有预言中 有85%都已经应验或正在应验 从二战的走向 到苏联的解体 从911事件到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 八八万家的预言 覆盖了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 他的话语 如同一个神奇的时间缩影 让人们提前亏未来的面纱 即使是那些看似模糊的预言 事后也常常能找到与现实的对应 例如 他曾预言两个斯拉夫兄弟将反目成仇 人们后来认为这暗示了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八八万家预言的准确性 让许多人相信 他拥有一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 尽管也有人试图用巧合 或事后诸葛亮 来解释 但他的预言实在太过精准 很难用常理来解释 三 去世多年 预言仍不断应验 也许最让人惊叹的 是八八万家的预言 在他去世多年后 仍在不断应验 他似乎不仅看到了 自己有生之年的未来 也看到了更遥远的世界 自一九九六年 八八万家去世以来 他留下的预言清单 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每当有大事件发生 人们都会对照他的预言 惊叹于其中的相似之处 从英国脱欧到新冠疫情 从叙利亚战争到美国国会山骚乱 八八万家的预言清单上 似乎没有遗漏任何重大事件 人们不禁感叹 这位老妇人在二十五年前 就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世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八八万家的预言清单 越来越受到重视 人们把它当作一本未来的年鉴 试图从中寻找对未来的洞见 八八万家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 但它的智慧和远见 已经成为了人类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 对八八万家预言的反思 一 在科学和迷信的边缘探索未知 八八万家的故事 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 它的预言能力 似乎挑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 让我们在科学和迷信的边缘徘徊 方面 八八万家的预言 难以用科学来解释 没有任何科学理论 能够支持一个人 能够遇见未来 它的能力 似乎超越了我们 对时间和因果的理解 这让许多人 将其归因于 某种神秘力量的存在 另一方面 我们又不得不承认 科学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 量子力学告诉我们 在微观世界中 许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都有一定概率发生 我们对意识 时间等概念的理解 也还非常有限 也许 八八万家的能力 只是我们尚未理解的 某种自然法则的体现 八八万家的故事 启发我们以更开放的心态 去探索未知 我们不应该被现有的认知所限制 而应该勇于去挑战那些 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科学的进步 往往就来自于对未知的探索 和对已知的质疑 二 人类应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看待预言 尽管八八万家的预言令人叹服 但我们在惊叹之余 也要保持理性和警惕 历史上从不缺乏预言家和先知 但他们的预言往往参差不齐 难以尽信 我们要认识到 许多预言之所以看似准确 可能只是因为他们过于笼统和模糊 一些预言可以套用在许多事件上 而我们在事后 也常常倾向于去寻找符合预言的解释 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思维 很容易导致我们高估预言的准确性 此外 即使预言真的应验了 我们也要问为什么 是预言家真的看到了未来 还是未来 恰好符合了某种历史规律或概率 我们不能因为结果的相似 就简单地认定预言的真实性 对待预言 我们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去分析和验证 真正有价值的预言 应该能够提供明确可验证的信息 而不是模棱两可的语言 我们也要综合考虑各种可能的解释 而不是轻易下结论 这并不是要否定八八万家的贡献 而是要以更理性的目光 去看待预言这一现象 预言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和警示 但我们的未来 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开创 与其寄望于预言 不如脚踏实地去创造我们想要的明天 八八万家的故事 是人类探索未知的一个缩影 他的预言 给了我们一个思考自己和世界的新视角 但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我们更需要的是科学的力量和理性的思考 让我们携手前行 用智慧和勇气去开创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 这才是对八八万家最好的致敬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